中美基建差距有多大 美国基建为何破败不堪 美国基建法案成效如何 近年来 中国一直被冠以基建狂魔的称号 俗话说得好 只有叫错的名字 没有叫错的绰号 那么中国的基建到底强到什么地步呢 这么说吧 停电应该是中国老一辈人常有的经历 一个月停个几次电太平常不过 但现如今停电这件事 已经从中国人民的生活中逐渐消失 这应该是大家平常都注意不到的 但一提起来就绝对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要知道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 国家面积也非常的大 要做到像全国各个地区做到稳定数电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中国依然做到全民通电 2015年就实现了通电人口全覆盖 覆盖率排名直接第一 当然 这只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小成就 类似的成就还数不胜数 根据2020年数据统计 中国公路总里程519.81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6.1万公里 位居全球第一 2021年底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 中国打破自己的记录 再创新高 稳居世界第一 世界桥梁界有这样一句话 世界桥梁建设 20世纪70年代看欧美 90年代看日本 21世纪看中国 目前中国公路桥约80万座 铁路桥约20万座 中国桥梁总量超过100万座 中国也成为了桥梁数量最多 跨度最大的世界第一桥梁大国 不单单是桥梁 中国的高层建筑共计34.7万栋 百米以上的超高层就有6000多栋 中国高层建筑数量同样位居世界第一 不列举不知道 一列举吓一跳 说实话 中国人民可能对自己周围 日新月异的基建变化 已经司空见惯了 中国人在家睡一觉 一个新的火车站就诞生了 在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一条铁路搬家了 回老家过个周末 工作城市的桥换了 虽然这么说夸张了一点 但却能很好的体现出 中国独一无二的中国速度 而这一项又一项的世界第一 充分证明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 和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 世界第一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并无实质性的感受 但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 确确实实打实地感受到了 高铁让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通电全覆盖 让人们的生活无后顾之忧 高速铁路和桥梁的建设 让交通更加顺畅 中国的具体介绍说得很好 中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也一直奉行这一理念 不断地为中国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这远比美国空海民主自由 要来得实际的多 2021年 美国拜登政府出台了新的基建法案 承诺在十年内投资 2万亿美元升级美的基础设施 并来到位于美国新英格兰区域 新罕布尔州的一座微桥上 推销新的基建法案 据了解 这座位于佩米格瓦赛特河上的桥 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 已经有80余年的历史 由于老化 该桥从2014年起就登上 该州公关设施的红色清单 成为了首要修缮目标 但是七年的时间过去了 一直没有动工的意象 拜登就是在这样一个年久失修的微桥上 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他谈道 美国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而基建法就处于这个拐点上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们领先世界 因为我们投资自己的国家 但之后投资停止了 而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迎头赶上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越了我们 明年将是20年来 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首次超过中国 我们将再次大兴土木建造 暴露 桥梁 港口和机场 拜登的这番演讲确实让听众们激动人心 但也侧面反映了美国基建的落后问题 并将目标直指中国 声称要超过中国 这句话一说出来 美国也就输了 所以美国的基建水平真的很差吗 美国国内基础建设真的破败不堪吗 其实美国的基建水平还真不差 中国如今基础建设大力发展 被称为基建狂魔 但美国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是基建狂魔了 举个代表性的例子 美国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帝国大厦 高381米 共102层 总面积达到了20多万平方米 光电梯就有73步 被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帝国大厦的建造工期 从开工到竣工 只用了410天 这横向对比中国今天的基建速度 也是丝毫不满 要知道这可是在90年代之前的建筑 再比如近两年中国海军发展势头猛烈 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的不断建造 但美国海军在二战时就下过饺子 网上有一张二战时期停泊在 乌立西环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老照片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一下 航空母舰 战列舰 驱逐舰 挺靠在港口 一眼都望不到边 当然 取这两个例子并不是鼓吹美国有多强大 只是我们需要正视的是 过去的美国的基建水平非常高 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 不是靠贬低对手来的 而是正视对方过去的强大和现在的实力 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但美国目前国内的基础建设差吗 答案是差 非常差 目前美国国内的基建与中国的差距已经很大了 拜登的演讲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要用十年投资两万亿美元 到美国的基础建设上来超越中国 我们前面提到 美国一百年前的基建水平很高 拜登也说了 美国对于国内的投资已经停止了 美国上次大规模基础建设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可以说 美国的基建在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 所以 美国目前有很多的基础建设都是非常老旧的 地铁和机场等设施因为年代问题 很多设备都十分老旧 全美总长约六百多万公里的道路中 有三分之一的道路路况欠佳 全美桥梁中约有五点六万座存在结构性不足 四分之一的桥梁都有着五六十年以上的历史 水坝设施中也有着四分之一的水坝存在潜在的高危险性 美国本地居民早已对美国基建怨声载道 上世纪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在新奥尔良修筑的堤坝到如今产生了巨大的裂缝 但美国联邦和州也不会拨款派工人来进行维修 新奥尔良的自来水厂因为管道的老化 每天将水从水厂输送到居民家庭时都会造成流失 从水处理到水运输 有超过50%的水是被浪费掉的 水管的老旧也导致自来水厂的水质是个大问题 自来水厂的员工说 从水厂过滤出来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但当地人都知道必须要烧开了才能喝 并且最好是喝瓶装水 虽然这都是一些细节问题 堤坝有裂缝 自来水厂管道老旧 但就是这些细节问题非常影响人们的生活 而造成如今美国基础建设很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便是 美国常年不投资基础设施导致基建人才的断层 国家都不大力鼓励 建设人才自然会越来越少 美国许多的高精阶人才都涌向了金融和互联网 其次 美国的基建主要问题都是年久失修 但问题是 维修这些基建首先要政府拨款 这一环节就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如果幸运的等到了政府的拨款 美国工人的效率也会让维修的时间跨度非常之大 一个道路改造的项目 放在中国一个礼拜的时间 从概念到施工图就出来了 付出一个月就可以竣工 而美国的工人可以花一两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项工程 这就是美国基建与中国基建的根本差距